爱惜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赵丽颖 从乘风破浪中温婉清丽的牛爱花 到艰艳果敢的楚桥 2017年 赵丽颖在小盈亭大荧幕上都大放异彩 其主演的楚桥传 更成为内地首部在播出期间 网播量就突破400亿的电视剧 恭喜 恭喜丽颖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对对对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这个2018年 丽颖继续成为爱惜VIP会员的代言人 有请公寓博士呢 为赵丽颖带上象征着 爱惜VIP代言人的皇冠有请 有请 为丽颖带上 意味着我们正式续约成功 我觉得是爱惜对于 跟我之间那种感情的维系吧 可能因为 也感觉像是陪伴很久了 见证成长的一种感觉 也是非常的 开心能够有这么多的人 可以喜欢 还会这个 还可以通过爱惜VIP会员 去看我的剧 就觉得非常的荣幸 温馨 开心 顺心 好多呀 其实 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 总觉得就是 能够有这样一个场合 跟很多很久没见的朋友 像冰冰姐说的 许寒问暖 就觉得已经是一件 很开心的事情了 就觉得没有去尝试 是想知道自己本来的样子 因为塑造很多角色 总会想想 推想一下 可能抛开角色本身 我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 所以也希望未来 能够有给自己一个时间 让我可以 慢慢去 发掘真正的自己 好的演员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还是 因人而异吧 每个人 就是大家都是 都是这种 比较 就百花争艳的 就我们肯定 每个人 每个演员的气质 都是不一样的 特质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 没有办法 去界定好与不好 只是观众 喜欢不喜欢 大家会不会 感同身受 会不会因为 你对于 你所塑造的角色 而感触颇深 或者有共鸣 其实都是 我们当下的 一种感受 去看你儿国呀 那如果说 你压力很大 跟着你玩的时候 是在那儿放酸 那些人做什么事 我就是 其实 就是这样 睡觉吧 这样睡好了 就都好 其实卖一样 为了保持好的状态 活动请一天晚上 会做什么 就睡觉 敷面膜呀 一直敷 敷到睡觉为止 每个每个保暖 学每个 保暖 出席活动的话 包里继带的东西是什么 手机 纸巾 还有 香水 对 如果说走 那很不小心 三分化 然后怎么办 站起来 继续走啊 那尖叫之夜 后场的时候 你之前在做什么 在化妆 希望二零一八年可以 呃 可以 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休息 因为休息而尖叫 好 OK 今天听到了吗 是我说的 是 哈哈哈 对 OK 谢谢大家